10月29日晚 韩国首尔龙山区黎泰院发生严重踩踏事故 导致155人死亡 其中包括来自14个国家的26名外籍人员 4名中国公民不幸罹难 这起引起重大伤亡的意外事件 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出事地点黎泰院上 黎泰院可能有着一段血泪史 其名字的由来也与此相关 如今黎泰院是韩国首尔的著名商圈 临近地铁站、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云集 此处文化非常的多元 韩国第一所清真寺就修建于此 莫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很多 附近还有驻韩美军的基地 不过根据韩国的坊间传闻 几百年前这里就有许多外国人了 他们是入侵朝鲜的日军 1592年继明朝万里年间 封城秀吉率军攻打朝鲜 这场战争被称为万里朝鲜战争 也被称为人城窝乱 韩国方面则将发生于1592年到1593年的 日军第一次入侵 称为临近战争 将黎泰院名字的由来 与临近战争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 有许多日本侵略者 在如今是黎泰院的这个地方驻扎 这些日本人被称为义他人 与现在黎泰的发音相近 但不同字 这种观点还带来另外一个说法 在黎泰院这片地区 日本侵略者侵犯了许多朝鲜王朝的女性 致使其怀孕 这些违反女性意愿 而怀上的胎儿被称为义胎 义胎园中的园主要是指场所 地点 也有可能是指古代交通枢纽上的驿站 义胎园就是这些女性 被迫怀上日本侵略者孩子的地方 义胎园的发音与黎泰院相同 也就是同音不同字 后来很有可能是为了避嫌 所以换掉了汉字 但读音却保留了下来 另外还有说法称 黎泰院曾经是一个庇护所 许多皈依佛门的女性 被日军侵犯后再次避难 但是黎泰院得名与日本侵略史有关的说法 并非是主流正史的解读 更像是一种民间流传的野史 或者是都市传说 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行度 但缺乏足够的充分的证据 当然这种说法比起正史的记录 更具有冲击性 也更吸引读者 因此记录这种野史的 更多的是旅游相关的博客 或者网站 比如说这个名叫首尔阴暗面的旅游博客 就刊文介绍了黎泰院名字的由来 其中把野史记录部分写得很全 而在另外一个名为Pimpong Korea 介绍旅游景点历史的网站上 也提到了野史一胎园的说法 与之相对的 正规的媒体提及更多的 还是正史的说法 韩媒首尔新闻称 黎泰院名称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朝鲜孝宗李浩同志时期 即1619年到1659年间 那时黎泰院就是一个 有着许多黎叔的院子 因此得名 首尔新闻的这篇报道 也提到了一他人和一胎园的说法 不过对其描述是观点 并非是正史 不过单纯的从时间线上来看 一胎园涉及的年代 倒是比孝宗的李泰院更早 而且逻辑上似乎也说得过去 只是相较于正史 可能还是缺少足够多的证据 毫无疑问的是 李泰院地区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区 其原因与朝鲜王朝的历史相关 尤其是被殖民的血泪史 根据韩国时报的报道 非政府组织龙山研究中心主任金春珠表示 李泰院很受欢迎的很大原因是 它对这个国家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意义 这种意义甚至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建国之初 李泰院位于崇里门以南几公里处 崇里门是当时巩卫首尔市中心 皇家宫殿的四大门之一 李泰院坐落在交通枢纽上 过去还有个类似于驿站的设施 再往南几公里就是汉江 外国使节 商人云集于此 随着人口增长 李泰院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社区 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赢得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 日军占领了李泰院地区的一部分 并在此驻扎 二战和朝鲜战争之后 美军士兵取代了日军的存在 而士兵和韩国商人交换的文化风俗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当然从许多旅游博客上记录的老照片来看 李泰院不仅仅是个相当古老的社区 其中风俗场所的规模也是不小的 这些产业与餐饮购物一起吸引了外国来客 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地区 同时因为交通便利 不管何时人流量都很大 总的来说 李泰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街区 在正史记载中得名于地貌景观 但也有人认为 其名称来源于朝鲜王朝 受日本入侵的血泪史 相比于正史记载 也使得说法更具冲击性 因此常常刊载于旅游博客 杂谈网站作为都市传说的一部分 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可以加入付费会员频道观察员 免费198 使用我的邀请码648可利减10元 现在充值和续费的用户 还有机会领取官网军工组限量T恤一件 三种款式随机发货 限量600号 大家赶紧行动吧